夏天必备 做法简单的乳酪小方冰淇淋 但你一次解锁无种口味 糯米皮的部分软糯辣丝 有这个详细的制作教程 真不怕你学不会 强烈建议芒果乳酪口味的一定要做 真的太好吃了 酸酸甜甜又冰爽 我这个配方芒果的添加量是特别够 吃过之后回头客很多 售卖的话可以用盒子装好 三个一组 单一口味或多口味搭配都行 配方在视频最后截图保存即可 记得打卡交作业啊 糯米皮的部分 糯米粉玉米淀粉和抹茶粉 先拌匀 用这种操作方法 可以减少搅拌后面糊 你出现抹茶粉结块的问题 同样适用于可可粉 蝶豆花粉 各种果蔬粉 你都可以这样操作 这是我一直在用的方法 分享给你们 真的是非常好用的 细砂糖牛奶和玉米油同时加入 这样搅拌后 面糊表面不会出现有油花的现象 油粉四味用黄油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 但是呢 冷冻用的雪梅凉皮 其实玉米油它变硬的速度会慢一点 如果你只做一种口味 我是建议你先做皮料的部分 然后上锅蒸的时间 可以做馅料的部分 多口味的话呢 建议先做馅料 因为馅料是需要冷冻凝固的 有一个细节的问题啊 像容器不同 它蒸的时间也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判断雪梅凉的皮是否真熟 用筷子划到底部 没有液体状 但是你看这个表面 它是有点发白的 证明还没有完全熟透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在上锅蒸个十分钟左右 就差不多了 蒸到所有的面糊颜色都一致 就准备开始下手揉 想要雪梅凉皮拉丝柔软的关键就是揉 不要等到面团完全冷却之后再揉 有热度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 可以戴个隔热手套 外面再套一个PV手套 一定要戴手套啊 不然会粘到你怀疑人生 没有隔热手套的同学可以等凉一点之后再下手 你可以像这样拉扯 也可以像搓衣服一样去搓它 你觉得哪一种省力就有哪一种吧 刚开始面团的状态是比较粗糙的 一拉就断开 会越揉表面越光滑 整个揉的过程也就十来分钟吧 像这个皮啊 你可以不单用在奶酪冰淇淋小方上 你还可以用它来做雪梅凉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糯米粉呢 尽量使用三项的 保软会更久一点 不同的糯米粉吸水性也会有区别 我之前有测试过 可以在液体的部分 预留10克左右的浏览 真正揉到位的雪梅凉皮啊 是可以拉出一张薄膜 这个膜能清晰的透出指纹 而且有弹性 还能拉扯一定的长度的 馅料的部分 带奶油加入细砂糖 海盐奥尿的馅料 会加入一点玫瑰盐进行打发 做冰淇淋 就算你把这个奶油打发过了 问题也不大 重点就是这个奶油奶酪 一定要提前软化 从冰箱拿出来之后 放置室温一个小时左右 就差不多了 奶酪没有提前软化的后果 就是你搅打之后会有颗粒 不够顺滑 加入打发好的奶油 一起搅拌顺滑之后 再加入奥尿碎 建议是用电动打蛋器去进行搅拌 速度会更快一点 这个馅料就是你搅拌搅拌就完成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这些口味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去进行制作 因为每个材料的特性不一样 所以配方会有少许的区别 除了海盐的这款会用的盐 其他口味呢 都是加入细砂糖进行打发 很多同学说 可以把这个淡奶油换成酸奶嘛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测试过用酸奶冷冻之后 是会有少许的冰渣 如果你不介意这个问题 就可以直接换掉 蜜桃口味我用的是仙人掌果粉 比草莓粉的上色程度要好很多 做法都是一样的 先打发奶油 然后跟奶酪一起打均匀 最后再加入配料 蜜桃搭配的是 有果肉颗腻的蜜桃酱 抹茶搭配的是蜜豆 芒果呢 用的新鲜芒果千人小丁 巧克力添加的是巧克力脆猪 这个脆猪啊 就算你单吃都是非常好吃的 这些馅料你看着 可能觉得糖挺多的 但是冷冻之后 它甜度是会降低的 再加上奶酪本身的酸味 这个糖量不建议你减太多 做好的馅料 在保鲜膜上挤长条 然后卷起 用挂刀整理成长方形 如果你有那种 做蔓越莓饼干的长方形模具 就直接放进去会更方便 这个馅料最低要冷冻四个小时以上 不着急的同学呢 可以提前一天准备好这个馅料 因为必须要完全动硬之后 你包裹糯米皮 然后去切 这个形状才会好看 擀皮之前 案板上必须撒粉 这个粉你用熟糯米粉 把生的糯米粉烤箱150度 烤个十来分钟就行了 如果不撒熟粉的话 就是这个效果 会黏 非常黏 而且还要记得戴手套 这个皮呢 还算好擀 宽度控制在能正好包裹住 加心的宽度即可 然后就是这个擀长 擀不动的话呢 可以跟做面包一样 给它盖上保鲜膜松弛个几分钟 然后再继续擀 包的速度就是一定要快 趁着它还没来得及融化 就赶紧包好 然后继续送入冰箱冷冻 两个小时之后再切 都切好之后就可以马上打包 我一般是三个一组 打包的话呢 不要挨得太近 软化之后会出现 粘连在一起的情况 稍微有一点解冻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拉丝的效果 再用食品标签打印机 把口味区分出来 售卖的时候呢 就一目了然 也可以打印上制作日期 放入冰箱冷冻储存 软弱拉丝又冰爽的 乳酪小方冰淇淋 赶紧做起来吧 这个夏天让它陪你度过 点击我的头像 主页有很多实用的烘焙教程 等待你打卡哦